北极田虾的正确吃法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步掀起天灵盖 因为它所有的内脏都集中在头里 橘黄色的部分是虾子 也是它的卵细胞是可以吃的 虾子的下方有一个红色的像枸杞一样的东西 这是虾的胃 它是不能吃的 需要去掉 身体侧边这些白色的是虾的腮 用来呼吸的 它的小爪子跟腮是相连的 揪着小爪就把虾腮和虾胃全都去掉了 与身体相连的部分里面会有一些黑黄色的东西 这是虾的肝脏和胰腺 它是可以吃的 最后一步把虾皮扒掉 把不能吃的去完了以后 剩余的是全都可以吃的 你学会了吗